百貨內一片去黑 伸手不見五指 民眾處在原地 不知如何是好 很奇怪 其他洞都沒有 都沒有 情人節停電也是A9 也是A9 不就這一洞 就這一洞 其他洞都沒事 對 其他洞都沒有事 怎麼會這樣 餐廳裡用餐到一半的民眾 看到停電也全傻了眼 只能靠手機裡的微弱燈光 勉強照明 走廊上 商店裡 全都黑成一片 逛街民眾在保全引導下 陸續被請了出來 人來人往的新一區 新光三越A9館 9號晚間大約7點半 不明原因大跳電 整棟百貨去黑一片 照明電源緊急啟動 電電下去了 來 電電 經過搶修在8點20分 終於恢復供電 索性無人受困 樓上很像滿恐慌的 很悶 然後因為他們很多人 然後很像就 有點喘不太過氣來 然後樓上就很像 有疏散一些民眾 從三樓那個地方 爬首席到九樓 對 然後找我朋友 很累 對 很累 本來準備搭電梯上去看 避展的民眾 碰上停電也只得一路爬上去 但會場沒空調 空氣稀薄 正當人心浮動之際 終於來電沒有大礙 新光三越表示 停電原因和營業損失 還在調查 不過假日晚上 人潮眾多時段 竟來個大停電 難免掃了不少逛街興致 記得先分享我這裡 SN小組 台報道